過去一年在行政長官的帶領之下 香港成功走出疫情 社會全面復償 首份施政報告裏面的各項工作 亦都穩步推展 並且取得不少成果 今日公布的第二份施政報告 可以說是承接過去一年的工作進展 繼往開來 搜證創新 全面多層次地推動經濟發展 改善民生 為香港的未來發展 作出前瞻的規劃 開創新的局面 讓市民可以生活得更美好 感受到幸福 在推進經濟發展 增強發展動能方面 施政報告繼續貫徹 有違政府和高校市場 要更好結合 更積極推動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更加好地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以及開拓國際合作 成立不同的專責辦公室 全方位推動香港經濟和產業 較快和多元地發展 這套組合權 包括一系列的措施 推進金融 創貨 貿易 航運 航空 等等領域的高質量發展 同時 在過去一年 搶企業 搶人才 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礎上 提出了更加多的積極進取策略 例如發展總部經濟 香港作為開放型的經濟體 短期的經濟容易受到外圍環境變化而影響 施政報告為香港的短中長期發展 注入更大的動能 提升發展的韌性 經濟環境會影響我們的財政狀況 在小心平衡、財政穩健的同時 我們必定會配備資源 加上恰當的融資 全力落實施政報告提出的各項措施